礼拜的部分的话 我们前面是Python 后面是Jungle 所以上个礼拜的Jungle我放在这边 另外我有独立出写一篇有关Jungle 这个框架 它怎么架设的一些重点 如果你要细节可以稍微自己再看一下 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框架 把它弄上去其实还蛮容易的 只要你要把安装的时候不要装错 然后路径的话稍微注意一下 尤其是你电脑里面太多Python的版本 或者是说你有装Akaunda的话 可能要稍微加上它的指定路径 基本上应该是还OK 我们上个礼拜主要就是把几个重点 就是Hello World的1到4 因为基本上Hello World 1就是一个很简单的Hello Jungle Hello World 2的话就是把Jungle改成一个变数传递 第三个Hello World 3的话再进一步 也许你可以再增加一些变化 然后就是加参数多一点 或者是加一个Template 好像加一个网页就是Hello World 3的Template 然后Hello World 4的话就是加上图跟加上CSS 虽然并不复杂 但是你要把1234全部做正确 尤其是3跟4 要特别注意 要像加Template你必须要在setting里面要设定 有一行路径 那一行路径一个字都不能错 那Hello World 4也是一样 那更多像加图 怎么样把图加到正确的位置 上个礼拜最常遇到的状况 应该就是那个static那个路径 好像图都找不到 OK 那可能就会发生错误了 所以如果你1234这个音要OK的话 那后面要做就比较简单了 那所以呢上个礼拜我们大概就是 再把那个年龄的Python那个范例 改成Jungle的版本 所以后面我们会有蛮多题 都是把那个之前写过的Python的 sample 范例 把它改写成Jungle版本 那Jungle版本的话 最可能遇到的问题就是说 那我要怎么样传递那个input 像我们Python是直接input的输入 但是在Jungle里面的话 你必须要透过什么 透过像URL的参数 或者是说呢 你必须要做个表单给他 那表单怎么样输入 资料之后呢 我们可以取得那个使用者端 丢过来的那些参数 OK那当然丢过来 预设是get啦 可是如果说你希望 丢过来的东西是用pose 不要让那个URL上面 显示任何的参数的话 那要怎么做 后面其实我们会提到 你也可以用pose的方式 做资料传递 所以这边的话呢 当然我们用get的方式传递 两个甚至你一般是一个 那如果你要传递两个以上的参数的话 该怎么做 在Jungle里面呢 至少有两种传递引数的方法 你可以透过UIL S 你也可以透过那个Request 那这两种方法 至于哪一种比较OK的话 其实我觉得反正你可以达到那个效果 应该都没问题 只是get这个方法会用的比较多 尤其会配合表单 所以上个礼拜的话呢 我们有练习就是最后呢 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表单出来 那这个表单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输入之后 他可以把结果给秀出来 这个的话呢 那上个礼拜我们在这个地方 应该就把这个表单给弄出来 然后会多一个什么BMI的一个缝 那这个BMI缝呢 我输入之后 他这个地方会跳出你的身高跟体重 你的身高体重输入之后的话呢 那就可以显示出应该有的这个结果 那里面的话 当然我们就丢给那个BMI 然后让他去秀这个结果 所以基本上的话呢 大概上个礼拜的重点回顾一下 所以上个礼拜大概至少 你一定要会学会 这个后面的话 就要加一个BMI 底线一个缝 OK 然后输入什么 身高跟体重 OK 那比如说体重50公斤 身高160 按个提交 那应该会看到有没有 BMI出来了 而且要取得小数点第二位 另外的话 这个背后这个有个CSS 我是把它套上去 那这个也是CSS 其实本来是在那个 就是Python里面是看到这个啦 那底下又多一张图 上面部分是CSS 下面的话是加一张图 也就是不同的结果 会有不同的图啦 OK 而且各位有没有发现 另外的话呢 这个表单送出之后呢 必须有一个BMI 的一支程式去接它 一个方权去接它 然后后面的话呢 你要丢两个参数给它 一定是个问号 加上哪一个参数的名称 and哪一个参数的名称 丢过来之后的话呢 我们要把那个 BMI的结果给显示出来 这个地方的话是上个礼拜的重点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要延续啊 也就把这个范例呢 再做其他的变化 OK 这个 好 那这边的话是上个礼拜的相关作 所以请各位先把那个 这个相关的部分 先稍微了解一下 那最后的话 我们有做一个相关的sample 那这边 在NCU Jungle里面的话 我有把那个上个礼拜讲的 就是放在我们的 1 2 3 OK 那今天的话也许 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三支一的部分 那这个地方 其实上个礼拜做的 其实这画面都有 所以你就照着参考 这里面的话 还有一些sauce 你也直接可以拿来用 只是说尽量还是自己 知道要怎么去做 不过最后我有做了一个 这个YouTube 就从YouTube下载清单的部分 那这个的话 相对难度会比较高一些些 不过里面会需要用到爬虫的技术 也就把那个YouTube上的清单 把它爬下来 直接帮我塞到这个下拉清单里面 当我选了其中的某一个影片 会自动播那个影片 而且这些清单 当然目前我们是写固定的 未来其实可以把它加上一个 一个那个 加上一个爬虫 OK 这个后面我们再看好了 所以今天的话 我们再来 后面就是再来看那个 三支二的部分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把那个上个礼拜的一些相关重点 稍微回顾一下 那今天的话 接下来就看三支二部分 那我们 如果希望把那个回圈 之前的sample 也许可以把它做到 那个jungle里面的话 这个地方该怎么转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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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